好 我們來看第一題 第一個題目 我們再錄了 好 這個是一個師大附中的考題 你覺得它的整係數的一次音式 最討厭的是不是裡面有P又有Q 這種題目記得要看什麼 PQ是正整數 PQ是正整數 也就是說P跟Q都是正的對不對 好 第一個 我們先從牛頓的一次音式的檢驗法可以知道 它可能的流理根是不是這四個 這四個對不對 這四個沒問題吧 那接著我們再把它 F of 1 是不是可以變成這樣 對不對 請問你 這樣子可能等於0嗎 先問你這樣可能等於0嗎 P跟Q都是正的 正整數 正整數 正整數這兩個 還有 這兩個 這樣子帶進去 有可能讓PQ都正整數之下等於0嗎 不可能嘛 所以你那一個 一個答案就丟掉了對不對 所以你這樣子做下去 不合對不對 因為兩個正整數加2P加Q等於1 不可能嘛 這樣子有沒有問題 要考一些推理跟邏輯 要考一些推理跟邏輯啦 不是只有考那基本式子下來就變答案的 這不是我喜歡的考法 初題老師跟我想的很像 再來 F of 1 F of 1 會等於多少呢 這麼一狗 對不對 這一群下去 這一群下去 可能 讓你等於0嗎 不可能嘛 所以 -1 帶進去也不可能的 對不對 我這兩個已經搞定了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F of 1 跟F of 1 都不可能讓你等於0 是不是 再來 第三個 F of 2 是不是可以變成 最後是不是可以把它化減 變成40 減掉32P 再減掉4Q 可以變這樣子對不對 你把這樣子經過帶進去是變這樣 你要記得喔 我們 這個核心就是 P跟Q都是正整數 P跟Q都是正整數 要記得 以後你在做題目的時候 給你的那些基本條件 你絕對 你現在有些同學 我就看他 已經拿螢光筆 把那個地方畫上去 P跟Q都是正整數 我們已經測試成功了啦 我們未來這些 我上課只要把它 登登拿起來 開始我在錄音的時候 我未來會鋪在YouTube上面 到時候你們可以去查 查一查這些東西 如果聽不太懂 我們會讓你再 再多看幾次的 知道我的意思吧 這個我們已經測試成功了 可能我明後天就會告訴你們怎麼找 因為我還沒有把這些全部都錄下來 我們錄完就會丟上去讓你們去看 喊我的那一份講義喔 知道嗎 好這樣子接下來 你覺得當這個 這個東西等於0的話 是變成32P加4Q等於40 你覺得這個P跟Q有沒有可能是正整數 有了吧 這個有可能嘛 P放1Q放2嘛 是不是這樣子 P放1Q放2就可以了嘛 所以你這一個地方 它的P-Q這個-1 找得到對不對 前面幾個都變不出 可以當它的有理因式 對不對 好P-Q一個-1出來了 再來 第四個 F-2帶進去 負荷帶進去 是變成這麼一大坨的東西 這麼一大坨的東西 可能等於0嗎 不可能對不對 所以最後這一個答案 是不是只有這一個 在這邊我要跟大家講 你們不要設定 出題老師一定要照 你們覺得 那麼簡單來出 你要適應各個不同的老師 來做一些 處理題目的一些思維 你懂嗎 不要說老師你們出這個太難 或怎麼樣 我們相信這個是有一點難度 但是 不要 不要給自己設限 不然到時候 你以後 要去考學測 你會很吃虧 對不對 好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讓你們抄一下 對啊 我們 我跟秉嘉我會給他詳解 因為這個 東西是OK的 但是 我這個是昨天 再回去再做PPT的 對不對 做PPT是這樣講 我為了 讓你們未來能夠有影片 可以看我們做PPT 到時候再PO上去給你們 這樣子 可能有些人 可能漏掉了 或是怎麼樣 到時候 我們告訴你 有這個小考的影片 在哪一個地方 你就 YouTuber應該會用吧 我這個白癡我都會用了 你們應該比我厲害吧 是不是 好 我不喜歡網路 所以到時候 本來我是想回去改 改一改 你們可能 現在馬上檢討 這個對你來講 益處不大 同學 考不好 是一件事情 考不好 要變會的 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你懂嗎 把不會變成會的 這是你應該要學習到的 好 我要跳下一題了 這個題目 是我在課堂上 也一直在講過 這種題目出出來 就是你一直要把它 變成處法原理 被除4等於除4乘以3加於4 有沒有 所以呢 處法原理 剛開始 f of x 由題目給 你會發現 我們給你的題目 就是一切 你要做題的根本 對不對 f of x 是不是可以寫成 被除4等於除4 乘以3加於4 有沒有 這個 剛開始的第一個 這一個 x-a分之v乘上q of x 再加上r 是他題目給的 對不對 那我們也可以把它變成 我們要的 x-a分之v 是不是可以寫成 ax-v 再乘上a分之1 是不是可以變成這個樣子 再乘上q of x 再加上r 對不對 那這個的結果呢 我們 f of x 除以ax-v 得到的3 是 a分之1 乘上q of x 於是是r 所以 a跟珠 是正確的 對不對 a跟珠 從這一個地方 ad對嘛 對不對 那 bc你就不用看了 因為bc就已經丟掉了 是不是 寫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那接著 f of x 的話 我們依然要用這個式子 原本題目給的這個式子 題目給的這個式子 或者這個式子 把你所有的x都帶成 a分之x 這個帶a分之x 這個帶a分之x 或者是這個帶a分之x 這個帶a分之x 對不對 所有的都帶進去 所以你這個是不是就像我講的 所有的x都帶a分之x進去 對不對 得到 這一個 新的 商是多少 新的商是q of a分之x 不是喔 新的商不是喔 其實這一個新的商不是喔 為什麼新的商是不是要把 a分之1提出來 因為你的廚師是x-b喔 所以如果他在考新的這個 題目這個的商 其實是a分之1 乘qof a分之x喔 於是依然是r對不對 所以這個題目 答案是 ad1 對不對 這樣ok吧 基本上 第一題是算 嚇呼你用的 第二題是算 非常平常的題目了 對不對 只是我們知道有個學生會有個慣性 第一題如果把你打敗你 第二題大概做對的幾率不會很大 這是我們的一個習慣 哪裏會小於0 這一群都是負的啊 負的加起來怎麼會大於0 p跟q都是正的 你從頭到尾你就要一直要把這一個 我是不是說這個你要一直用 對啊 對啊 p跟q是正的 一群負的合起來怎麼可能讓你正的 或是等於0 不可能嘛 好 第二題這樣子 可以了嗎 我相信這樣子會比一次給你一群解答 還要可能比較有層次一點 對不對 這樣子你們聽不懂的話可以臨時 哪邊不懂可以舉手發問 來七班的夥伴同學們 有沒有要問的這個地方 沒有齁 聽得懂吧 聽得懂我們就進下一個題目喔 下個題目就蠻精彩的啦 對不對 下個題目 這個 這個 我們慢慢講給你們看 首先 你只要遇到題目 你先要觀察題目 有沒有一個規律給你 你覺得我題目放著這幾個有什麼規律嗎 第一個 F跟G幾次式 兩次式 對不對 這兩次式 有人看不懂 這兩次式應該都看 看知道吧 這個是一個二次式 對不對 二次式的話 嗯 嗯 他們的二次式 他的degree 小於等於2 那G 這一個 也是這樣 為什麼我要寫G OFX加2 減掉3呢 你 你覺得我寫這一行的意思在哪裡 我一直叫你要觀察對不對 你看F等於G OF 加2減3 對不對 你看 這個 Pi跟Pi加2減3 是不是符合 這一個 Pi加2減3 這樣子 是不是 所以呢 你看 這 這三個式子 一起聯合 都成立 你可不可以抓出一個規律啊 這也有點推理了 這個規律是什麼 F OF 是不等於G OF 加2 減掉3 這個是為這個在做突入的 懂我的意思吧 你看這三個 F G of 102 G of 102 我這邊打錯了 再減3 所以這個是不是F跟G 中間的橋樑是變成可以寫成 F等於G 加2減掉3 這樣知道我的意思吧 這樣可以齁 這個地方我打錯了 這個是102 不是122 那接著 開始來玩它了 AX的平方 加4X加C 是我們的F 對不對 那G of X它本來給你X平方 加VX加5對不對 你把它變成 這種 所有的X 都放成X加2 有沒有 所有這裡的X是放成X加2 這裡的X放成X加2 還是變成這一長串 懂我的意思吧 是不是變成X加2 括號的平方 再加上V倍的 這裡可以改成X加2 再加上5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樣可以齁 再來整串 整串展開之後 整串展開之後 比較細數就可以把ABC給比出來了 對不對 整串展開之後 這個展開你會把X平方加4X加4 這個VX加2B 這個加上2 整個給它打散之後 就可以把ABC給比出來了 知道我的意思吧 這樣ABC比出來之後 你的這些選項就OK了 對不對 所以ABC這三個選項 我不在這邊贅述了 好不好 有ABC這幾個數字 這些就OK了嘛 那接著 E選項 E選項是不是把X帶E進去就是這樣 就是你要的 對不對 那你覺得D選項對不對 D選項是錯的啊 所以答案是A跟E嘛 是不是這個樣子 好給你 一分鐘寫下來吧 基本上這三個題目 是不是要 活用一些東西對不對 不要把它 題目做成死的題目 這個 請大家這樣子看完我們就 一分鐘後我們繼續前進 這一張要考一百分不太容易 這一張要考一百分不太容易 對不對 這個 因為第一個題目有人把它當多重選得算 好 等一下下課的話 小老師先把這個考卷收起來登記一下 好 我們可能 我們可能以後有機會的話 有機會不表示一定 如果有機會過一陣子 可能我會把它再重考一遍 好 所以我希望 所以我希望 你要把一些他該有的 脈絡跟關鍵要弄通 好 不要學完就放掉 好 我的題目要把它變成自己的 好 我要跳下一個題目了 好 填充的第一個題目 這個題目 你覺得 你要怎麼算 你真的要把它 老師這個次方 五次方還好 真的硬幹嗎 不可能吧 對不對 這五次方 雖然你覺得還好 會做得越做越累對不對 那我們 給大家想一下 這個題目是相當於 f of x 等於x的五次方 減15倍x3次方 減3x加6 你的x帶2減 更號3進去對不對 這個題目是不是這個樣子 在這裡我們再回想 這個題目啊 以前你會怎麼算 這個題目我們有教過對不對 以前最早 我們是不是用中和處法用了好幾層 x減2的 x等於2的帶進去 減2的完是不是 每一項變成多少 再把它 2減更號3減2變成負更號3 帶進去 變成一圈圈圈對不對 現在 我們用另外一種思維來看 x等於2減更號3的時候 x減2是不是等於更號3 對不對 那整個的平方 x減2整個的平方 是不是等於負更號3的平方 對不對 那一項之後 是不是x平方減4x加1 這個意義就是說 你x帶2減更號3到 x平方減4x加1進去 會等於0 我再講一遍 這個意思就是說 x你如果帶2減更號3 到x平方減4x加1進去 就會等於0 我們的處法原理不是像你想的 啊 嘻哩呼嚕背他就好了 處法原理就是說 你盡可能要去算某些 很機車的數字 你要用出一個除4 讓那個數字帶到除4裡面變成0 所以呢 你這一個常處法原來的這個f 除以x平方減4x加1 最後會與一個-19x加10 對不對 好 那你像 是不是可以把f寫成x平方減4x加1 還有一個x三次方加4x平方減4 減掉19x加10 對不對 那你這個時候 你如果帶2減更號3進去 2減更號3進去 你看看這個除4帶進去 是不是等於0 是不是剩下2減更號3 那個x帶到這一坨裡面 懂我的意思吧 因為你這個除4等於0 這一堆可以不用看 你抽出這個-19x加上10 就可以放進去了 是不是這樣子 這裡是 這裡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最後是-28加上19更號3 所以你的a跟b就是這個樣子